準時收看 古奇藝昂哲的投資朋友 千萬不要忘了 舉起你的手指頭點三下 第一下給老師按個讚 第二下分享給你身邊的投資朋友 第三下按下訂閱追蹤我的影音頻道 行情變化萬千 跟著我決勝彈指之間 歡迎收看古奇藝昂哲 我是專業期權分析師邱玉良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收盤表現 台子今年下跌123點來開出 最低點出現在上午的10點15分 來到16536 那麼最高點出現在中午的時候 來到16708 整個震盪區間高達了172點 那麼現貨的成交量 今天是3050億 那麼老師今天下的標題是什麼呢 叫做 彈花一現 各位投資朋友 為什麼今天老師下這麼一個標題 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美國公佈了 民間的新增就業人數 是意外的強勁 比預期還知道多了多少 兩倍以上 那麼這也使得市場就開始擔心 聯準會接下來會加速升息 使得昨天晚上美國股市全面下跌 倒球呢也灌破了月線的支撐 那麼今天早上台子也就延續夜盤的走勢啊 大幅度的開低 那麼各位投資朋友 還記不記得昨天台子期也是一個 開低走低的行情 中場大跌了319點 不僅僅是上方出現的頭部的形態 也灌破了月線的支撐 那麼在行情不好的時候啊 大部分的投股老師 股票老師都會告訴你 這個時候拉回就是買點 下跌就是機會 那麼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 但是重點是前提你要確定 這裡是真正的低點 如果還沒有出現真正的低點 你越跌越滿 結果就是怎麼樣 越攤越平 所以呢以今天整個結構上來看啊 雖然盤中曾經啊可以看到 行情一度的往上拉抬 甚至翻紅 但是最後只不過是曇花一現 這就表示呢 整個技術面還沒有出現一個 正式的落底訊號 所以我認為投資朋友 在現在的操作上 還是要特別小心的謹慎 那麼呢 對於我們做指數當中來講 其實我們不需要選邊站 今天只要行情有波動 我們就有機會把整個行情變鈔票 但是重點是 一定要能夠了解到 當天的整個盤式結構 那麼怎麼樣快速掌握 當天的結構呢 這個時候當然就可以透過 我們的看盤口訣 穩盤靠現貨 公視看期貨 各位投資朋友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個字 卻是老師多年來的實戰經驗 只要你能夠熟練的運用它 保證你就會比別人 更快更精準掌握今天的行情 那麼今天早上大盤開低之後呢 加上台子期 這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來做判斷 首先要知道 今天除息影響點數是多少 因為我們都曉得 最近都是除息的一個旺季 那麼今天整個蒸發掉的點數 我們必須把它加回到大盤 才能夠做一個合理的比較 那麼今天蒸發的點數 大概只有2點左右 所以把它加回去之後 我們把大盤跟台子期做比較 你會發現到今天早上開盤的時候 期貨跟大盤兩個跌幅是怎麼樣 非常的接近 所以並沒有特別的情況 但是在盤中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個電子期原本跌幅是相當的大 而且明顯的大於金融期 可是呢在早上的時候 跌幅卻是快速的收斂 這也就使得今天行情 有機會出現直穩反彈 但是同樣的道理 在整個盤面結構 還是偏向空方形態的情況之下 這個時候我們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偏空來操作 所以早上的時候 我們擬定了兩個策略 拿兩個策略 當它跌破加速點的時候順勢進場 或是當它反彈到高點的時候 找一個好的切入點來做空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夠了解到今天整個盤式結構 當行情來的時候 你才不會手忙腳亂 這個時候你才能夠做出一個 最合理的一個反應 跟什麼正確的一個判斷跟操作 那麼也許你每天早上沒有時間 好好坐下來分析這些數據 也沒關係 你今天只要跟著我來進場 每天早上我會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分析所有盤面上的數據 讓你不需要開電腦 不需要看盤 你只要收到我的簡訊 就能夠比別人更快速掌握 今天的行情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9點05分的時候 老師透過台紙前5分鐘的成交量 大盤的成交量 其現貨之間價差的變化 還有老師多年來的實戰經驗 給會員朋友第一手的報告 今天台紙前5分鐘是成交了3733口 更正373口 那麼大於過去5日均量3581口 現貨今天開盤是成交了121億 是小於過去5日均量的156億 所以期現貨成交量未同步 行情延伸度有限 還原今天除息一箱點數大概是2點 早盤期現貨跌幅相近 電子跌幅有收斂的跡象 重點來了 短線或有反彈 但是整個形態偏弱 我們要採取逢高不空 或是跌破加速點順勢進場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 今天的盤式結構 對你的操作 一定有相當大的一個幫助 那麼同樣的道理 在今天早上 如果能夠在開盤的時候 同時能夠掌握 主力在開盤的時候 是做多還是做空 這時候你操作起來 當然勝算也能夠大幅度的提升 那麼怎樣能夠掌握到 早上開盤主力是做多還是放空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獨門指標 就是我們的預估開盤價 今天的預估開盤價是16587 各位投資朋友 這是在每天早上台子在開盤之前 我們系統透過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漲跌的大數據 所計算出來 今天推估應該台子 開在合理的價位 那麼等到實際開盤之後 兩個實際開盤價 跟預估價來做比較 一秒鐘就能夠掌握 主力的多空動向 我們來看一下 早上會員收到的截圖 今天是7月7號 光束指標預估開盤價 16587 今天實際開盤價是多少 16566 所以當566小於587 這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在開盤的時候 這個實際開盤價 小於預估價 主力是偏空操作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這開盤價 可以代表主力的動向 很簡單 一般的投資朋友 通常都是怎麼樣 要等到開盤之後 觀察上面的數據的變化 再來決定要進場做多還是放空 只有怎麼樣 主力跟大戶會在開盤的時候 積極的進場建立部位 所以當實際的開盤在被壓低 就表示今天 主力是一個偏空的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公布的時間點 今天是在早上的8點39分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既然能夠掌握 今天開盤的時候 主力是偏空操作 那麼今天的加速點在哪裡 各位在今天 9點44分來到1655的地方 我們進場做了一筆空單 那麼接下來行情震盪之後 你可以看到盤中 忽然出現一波的急拉 當然我們每一筆操作 都有設置嚴格的停損 這筆單我們的停損是40點 在這個時候 其實大概將近半個多小時的時間 少到了我們的止損點 那麼既然跌破加速點這裡被掃到 那麼接下來我們還是要找到一個 進場逢高做空的機會 那麼今天最高點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一個突破平牌的 這個最關鍵的轉折點 那麼怎麼樣能夠掌握到 這個轉折點 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開盤之前 其實我們就已經透過系統的計算 這條線就是我們預估的一個 高檔轉折點位 所以今天我們的預掛空單 各位沒有聽錯 是開盤之前就預掛的位置 就是在16700 在今天11點17分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空單成交 你可以看到這一波下來 一口單有88點的一個價差的空間 所以我們所有的操作 是不是都符合我們找盤的一個 盤式的一個判斷 跌破加速點進場 或是逢高來佈空單 我們不像是一般的股票老師 有時候一邊幹股票 一邊做期貨 他是用股票的邏輯來帶領會員朋友 來做指數 他沒有辦法像老師時時刻刻盯著盤面上的變化 有時候只是買一套軟體 出訊號之後他就跟著發口訊 他並沒有辦法掌握當天整個盤式結構 所以我們每一筆的操作 都是符合我們當天對整個盤式所下的判斷 我們來看一下早上會員收到的簡訊 早上8點39分 盤前推算16700是今天的空點 16490是今天反彈的支撐 這就是我們的起指當沖最佳工具 鷹眼預判系統 每天早上8點35分 掌握鷹眼掌握關鍵 我們的鷹眼預判系統最大最大的優勢在哪裡 首先第一個 我們是在開盤之前 系統就已經把這數字給計算出來了 而不是在盤中急急忙忙的通知你來掛單 就像今天盤式在急掌的過程裡面 假設當下我下了一個空單訊號 恐怕很多人還會糾結還會考慮 到底要不要進場 看他拉得這麼兇 會不會今天是一個大漲的行情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是在開盤之前就先掛在那裡 你的心態上是完全不一樣 你反而希望趕快拉趕快拉 最好拉到我空單預掛的點位 所以事前預掛跟盤中急急忙忙進場 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買過很多軟體的人都知道 如果當你這些當中軟體一打開 恐怕上面會給你一道兩道三道的壓力 下面也給你一道兩道三道的支撐 究竟哪一道是真正關鍵的轉折 其實你沒有辦法沒有人有把握 你只能夠憑運氣去拆拆看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是巴菲特 每一道都給他掛單 那麼一旦大漲大跌穿過去 是不是你就出現大幅度的虧損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篩選出一道 最關鍵的轉折點 我們應援派系統每天早上 老師透過我的電腦計算之後 我會篩選出一道最關鍵的支撐跟壓力 你沒有聽錯 我們一天只給一道 所以這個時候你是不是就能夠集中火力 而不是隨著行情上下波動 來自己來選擇所有的支撐跟轉折點位 對你的操作來講 當然是有更大的幫助 我們把這個 supporting builds组 drin 從事躍成國際投目 秉持誠信 專業 客戶至上 領先掌握市場掀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不同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诚国际头部拥有完善制度 顶尖一软体设备 国附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提供精辟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您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您投资的无二选择 永诚国际头部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兴望无限 永诚国际投雇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行情随时会变 人性永远不变 昨天行情可以看到是开低走低大震荡 今天虽然开低走高 但是整个收盘价 还是一个下跌的状况 我昨天有讲过 昨天手上可能有些人是想做短多 看到开这么低 抢个短总是没问题吧 但没想到今天行情持续在往下探 你手上的多单 昨天可能只赔个30点 今天如果你没有平常的话 可能扩大到100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行情多空变换非常的快速 但是人性往往都是在 这种大幅度震荡的时候 你会失去警觉心 甚至抱持着一个侥幸的心态 所以行情小 小涨小跌 感觉上自己做也怎么样 有赚有赔 感觉上也不错 但是事实上大行情来的时候 受伤的往往都是一般的投资人 这个时候呢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透过大行情 一次赚到非常多的点数 甚至反败为胜 因为他们透过的是专业的操作方式 如果过去你一直没有办法 跟一般的投资人 或是一般的主力大户 享受到赚价差的快钱 这种快感的话 这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用老师这20年来的实战经验 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成为市场上的一个长胜君 我们再来看到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 我们给了第一手报告之外 当9点20分左右 有越来越多的资讯进来之后呢 老师还会整理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烧描 第一个 找盘跳空 这个买盘逢低进场 电子跌幅收敛有助翻摊 那么第二个 还原出息印象点数啊 今天期限或跌幅相近 成交量萎缩 那么第三个 小飞龙远优于预期 担忧升息 道琼重挫380点 第四个 外资卖超387亿 创史上第九 而且呢 这个台子进步位 由多翻空 我们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早上 期限或跌幅相近有力反弹 电子一度翻红 但是上方还是有头部形态 尚未出现止跌讯号 而且月线即将转折 盘势震荡偏攻看待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每天早上 你能够在9点20分啊 就能够收到 我替会员所准备的这个 开盘强势扫描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比其他人 更快速掌握今天盘线上 所有的变化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多头老师 每天都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也不要啊 去看空头老师 每天都是用世界末日来恐吓你 从现在开始 你不需要去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你只要吸收到这些啊 多空两边资讯 自然你就能做出 最准确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整理资料 你只要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会员同步接收到我的讯息 今天不管你是想做多也好 想放空也罢 只要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更重要的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呢 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订阅我的频道 只要最新的解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到 今天这个新闻 这个啊 美国散户协会它说 46%的散户看好美股走势 创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 各位投资朋友 根据美国散户投资人协会 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 现在看好美国股市 接下来半年 我们先讲 看坏美国股市 接下来半年走势 大概是有 各位24.5% 这是创下将近 一个半月来的一个新低点 也就是呢 看空的人 现在是占的少数 而且比例相当的低 那么另外一方面 看好未来 六个月美国股市会上涨的散户 已经来到46.4% 是创下了一年半以来的新高点 那么呢 可以看到 看涨的人变多了 看空的人变少 可是事实上 美国的股市走势啊 刚好是背道而驰 而且在这个时候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接下来美国啊 升息恐怕还有两次的空间 所以操作上 大家还是要特别的谨慎 我们就来看到 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听到一句话 叫做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从美国股市 最近的数据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今天特别找了一个数字 给大家分享 在7月5号的时候 整个散户成交比重 来到21.9% 这是创下了各位 将近是一年来的新高 也就是在7月5号这一天 散户占整个成交比重 是非常非常之高 那么呢 你可以看到接下来行情啊 昨天就出现了大跌的走势 那么呢 往前推最近散户成交比重最低 就是大家都不想进场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各位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在5月31号 散户成交比重只剩下14% 就是大家看坏 不敢进场 结果呢 行情开始大幅度的反弹 所以呢 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呢 当大家以为的方向 通常都不是真正的方向 大家积极的进场 接下来行情大跌 大家不敢进场 行情开始反弹 所以呢 各位投资朋友 在操作金融市场的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这一个客观理性的态度 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那么我们再看到 在NASA指数的部分呢 现在渐渐的快要出现头部的形态 离跌破月线啊 只剩下一小步的距离 那么呢 我们再看到在A50的部分呢 现在连续两天的拉回 又回到了原本的一个底部的这个空间 来回做震荡 所以目前可以看得到 美国股市 中国股市走势 现在看起来都并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事实上 我认为这一波国际股市的回档 反而是从亚洲股市开始的 我们再看到 在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呢 行情出现下跌 但是比较好的现象是 整个成交量 看起来并没有持续的增加 表示呢 筹码没有持续的做一个松动的迹象 所以呢 当价跌量说 往往有机会出现一个指稳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来看到台指的部分 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你可以看到 目前台指的月线是在16871 这时候要特别留意的是 当行情快速下跌 伴随着月线即将要怎么样 开始要转折向下 所以原本的支撑 接下来就会转成反弹的压力 可是呢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整个期货筹码的动能 可以感受到 这一波回档的空间 究竟是大还是小 我们就要看到 最近未平常量从83451 那么昨天呢 来到83240 减少了一点点 那么今天再度下跌的情况之下 未平常量只剩下80643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过去特别跟大家说过 台指的未平常量 它不代表多空方向 它是代表多少人留在场内 不是未平常量高就会涨 未平常量低就会跌 而是当行情出现的时候 如果往同一个方向 未平常量越来越高 表示赚钱的人还没有走 亏损的人还在场内观望 那相对的 如果当行情持续往同一个方向 未平常量越来越低 这就表示整个期货筹码的动能 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我认为啊 这个这一次回档的幅度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深 但是究竟能不能够出现 所谓的破底翻啊 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参考的一个商品 就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日经指数 我们这两天特别提醒大家 今年上半年整个亚洲股市走势第一名的 就是日本的日经 那么呢 它的涨幅是第一名 那么事实上 虽然它跑最快 但是它也是第一个出现一个 做头的一个市场 所以呢 虽然巴菲特啊 号召全球啊 大家拼命的往日本市场 去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但事实上在买完之后 哎 它事实上它已经做了一个头部的形态 那么呢 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刚好也是出现了一个什么 颈线的位置 所以呢 也有些人啊 都会想说 有没有机会出现 所谓破底翻的形态 那么既然日经指数 它是现在的一个领先指标 它率先做头 所以在这个时候 如果日经能够啊 出现反弹 甚至破底翻的走势 那么同样的也就代表 台北股市有机会触底反弹 所以呢 我认为大家在观察 整个股市的变化 千万不要只看一些什么 只看一些权重股 只看一些大型股或是主流股 现在全球股市联动性是非常之高 如果你能够找到现在的领先指标 这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些领先的市场 来判断接下来台北股市的行情 过去很多人啊 一些老派的操作者 他们都是 只看一两只权重股 就来决定多空方向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正确 而且非常危险的动作 那么呢 行情变化万千 决胜弹指之间 让我用最专的方式 带你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最近行情波动是越来越激烈 而且整个盘中啊 多空转换是非常的快速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操作上 可能并不是非常的顺手 就像老师啊 也没有像过去 所有的指标啊 一天赚个三五趟 是稀松平常 今天这两天啊 顶多就是打平而已 可以感受得到 并没有像过去那么样好操作 但是事实上 再怎么样艰难的过程 接下来只要突破了那一段时间 我们说过 大概每两个礼拜 整个盘面上的结构 就会出现改变 如果你能够度过这个泥泥的 这个什么 这段道路的话 接下来就是一个康庄大道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过去也许你是靠着 盘面上的感觉 或是一些啊 自己所买的一些策略跟指标 但是这些策略跟指标 并没有办法带给你 相当大的一个收获 从现在开始 我认为你可以考虑一下 改变过去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 长期观看老师的节目 你就知道 我们所有的操作 都是根据老师专业的判断 所以呢在市场上 我可以说 对期货最专精的分析师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如果你想要在期货市场上 得到比别人更专业的资讯 跟更专业的投资建议的话 欢迎你打电话 进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就祝大家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